传说星空声放在恨洞 月光它飞伤在风中 我看见苍穹的垂下目光 我看见爱舍向我剧见 万公是风动是翻动 是你捉入怀中 黑暗的花瓣都和黄月不相逢 是风动是翻动 是你也想惊恐 抓不住指尖的温暖相容 来去太匆匆 我太是厌倦孤单 千年的岁月写成好 长老黑到底是什么 龙族的人不应该是找思彻或者纪亚人吗 他为什么来找我 好红卫的建筑 搞什么呀 长老们怎么一回来就开审判厅 该不会是要翻顾心眼的旧诈 柳希诺 他来这里做什么 柳小姐 请 云战 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谁允许你将柳希诺带过来的 是我 我刚回来就听说你已经选中了未来的王后 既然如此就应当立即举行龙龄检测仪式 这 希望我们未来的新王后是一个龙龄强大的人 开始吧 是 这是什么 够了 龙龄检测仪式是历来的传统 小主为何要破坏检测法阵 还是说 您是想要隐藏什么 我需要吗 你们也没必要这么麻烦 你们连柳希诺都瞒着我带来了 就没有多打听一句吗 什么 柳希诺根本就不是龙族 什么 这简直荒唐 柳希诺 我未来的王后 她是一个人类 至于她身上龙族的气息 只不过是因为我的龙灵在她身上而已 什么 你竟然 你知道将人类染入龙族的世界是有多危险吗 那些爷爷是私车的长辈 看起来好像很生气 先王 你的母亲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 你就这么抛到脑后去了吗 我 不是的 爷爷 私车不是故意把龙灵给我的 是个意外 他想拿回去的 真的 但是拿不回去 他 闭嘴 哪有你一个人类说话的地方 长老 注意你说话的分寸 云湛 替少主把龙灵拿回来 是 糟了 云湛要强行去除龙灵 住手 这样柳西诺会死的 柳西诺 云湛 立刻停下 你别怪我不客气 私车 你要为一个人类和整个龙族为敌吗 我保护自己的新娘 何来与龙族为敌之说 还请各位长老不要忘了 我才是龙族 未来的王 今天帝国大上的跟拍 诺诺一定要帮叔叔去拍哦 救我 小白 我没事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有没有事 我没事 不用担心 这个人类 圣物白龙 竟然会听从他的召唤 这不可能 这没什么不可能的 因为柳西诺正是白龙选丁的未养者 按照族力 他就是龙族最尊贵的新娘 我们未来的王后 开什么玩笑 白龙乃我族圣物 怎么会屈尊让一个人类未养 我看这个女人不过是利用私撤的龙龄 欺骗白龙罢了 你说的没错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 白龙为何会选择人类 我看未必 倘若白龙只选择强者 那么白龙应当很早就选中我才对 毕竟族内没有任何女性比我的龙龄更强 可白龙并未选中我 显然他并不倾向于强大的力量 况且族内新一代的人里面 除了私撤以外 就是你云战最强 那么请问 你什么时候嫁给私撤 真没想到 上官毒蛇起来居然这么强 都够了 到此为止吧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没有下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